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忙30支球队 有29支球队有球员入选体育画报2019年百大球员榜 唯独仅剩一支球队居然没有人上榜 这支球队就是萨克拉曼陀国王 听声怎么是大写的尴尬 在这次体育画报百大球员评选中 太阳有两人 布克50名和阿里加77名 快船有两人 路维61名和哈利斯65名 黄蜂有两人 沃克32名和巴图姆73名 向来往卡罗尔95名 骑士勒夫31名 老鹰贝兹莫尔91名 公牛马 尔卡宁84名和尼克斯 波神52名也至少有一人当作球队门眼 强队更是不用多说 有11队就有6人上榜 杜拉特第二 库里第三 格林第13 汤普三第二十二 考仙斯 第六十八和伊格达拉第八十七 火箭 雷田 奇特以及76人等 对至少也有4人上榜 反正就是找了一遍又一遍都看不到国王球员的身影 反观球队名号特别大气的国王 对那爷爷波格丹诺维奇 福克斯 考虑斯坦以及谢尔德等有点名气的球员 却没有一人登上百大球员榜 这以后要是球队总经理一起开会 该让迪尔茨如何是好 哎 现在的国王已经没落到如此前地 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The King 年皇统治力十足 而Kings国王却有一种王国的感觉 不得不说国王重建缓慢 前途为补